前几天有个粉丝爱的我看一个视频 主人钓鱼回来直接把生鱼为自家猫吃 然后评论区就引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 一派认为猫不能吃淡水生鱼 另一派就嘲讽这帮人太圣母心 还让他们连夜买张去乐山的火车票 到了乐山叫大佛起来 他们轮流来做 其实我看了一下两派人的辩论 他们说的理由看上去似乎都有点道理 但都很片面 不同意猫吃淡水生鱼的反方便有辩论的点 基本就是淡水生鱼体内都是寄生虫 猫吃了就会死掉 淡水生鱼体内有寄生虫这点完全没错 但猫吃了就会死掉 那真的太扯淡了 猫吃淡水生鱼是很有可能被滑脂岗西虫感染 寄生在猫咪的肝脏内 如果经常吃就会导致滑脂岗西虫大量繁殖堵塞猫咪胆管 从而引发各种疾病 而同一猫吃淡水生鱼的正方便有辩论的点 基本就是猫天生就是吃鱼的 农村野猫什么都吃也没看到感染寄生虫死掉 虽然我占正方 但正方的论点真的是稀碎 首先猫不是天生就吃鱼的 经常看我视频的都知道猫起源于沙漠 沙漠哪里有鱼啊 甚至有些猫还是排斥吃鱼的 还有农村野猫的点就更立不住了 早就有了科学数据 家养猫的平均寿命是十几年 而野外生存的猫平均寿命只有两三年 除去少部分被坏人害死的 你猜大部分是不是都是因病而死 那猫到底能不能吃淡水生鱼 能但是不建议偶尔吃一下问题不大 但要记得定期驱虫 如果经常为你家猫吃淡水生鱼 那确实是在害猫 而且害的还不浅 第一是长期只吃鱼营养单一会导致营养不良 第二是寄生虫问题 第三就是吃生鱼会使猫咪维生素B1缺失 从而导致神经性疾病 这个原视频里鱼都是被洗尽切好才为猫咪的 看得出主人是非常爱自家猫的 这也是我占正方的原因 但我观察到这只猫应该是重点色不偶 以布鲁的智商我真的担心它会被鱼刺卡住 所以养布鲁阮短这些傻猫的 我还是建议别为诞生鱼 以它们的智商不配吃鱼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at我 Respite